立志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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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生》是我们两千年成立电子经过 开始 然后我觉得互联网的精神就在 开放平等共享协作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直在想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empower 互相的empower 既然是平等跟协作 怎么样去杠杆彼此的优势跟力量 讓我們可以在商業模式的發展 都能夠更好 再從電子金融到數位金融 乃至講Fintech的發展 我們就是新創團隊 對於我們在金融科技的發展跟應用 就是一種非常大的不一樣的力量 包含其實我們過去也辦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Hackson的比賽 那其實也有一些相關的合作案例 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就是 幫我們自己的餘生證據 我們也跟群創科技 也參加新大科技 藉重他們其實在前端 他們在證券上的一些 對顧客的發展跟體驗 我們去補足他後端 八次開戶或是帳門模組 這種從前端的體驗 直到讓顧客在後端的金融服務 可以能夠有更有效的連結 那我們在這一段 其實做了很多的API 跟顧客體驗的討論 這個都是我們過去在跟新創 發展跟合作的一個 你認為比較重要的案例 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合作 我剛講外面有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甚至是投資上的合作 都是群山過去在新創這個領域 其實有一些各種不同的嘗試 我們經營團隊對金融科技的資源投入發展 也感謝台湯床床也給群山這樣的機會 我們一起來怎麼樣協助新創的事業 在這一塊的發展 那我們群山在這個部分 預計會投入一些相關的資源 第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群山有非常很棒的場域 去可以讓新創團隊來測試跟應用 我覺得過去其實我們在講 數位金融的三大發展 其中一個叫場景金融 那我覺得其實有好的關鍵技術跟科技 或者是創意 更重要的是怎麼應用才是關鍵 那我覺得群山測試的場域 或應用的場域 我覺得都可以提供很必要的資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資源 是在於我們的人才團隊 基本上包含我們過去的合作夥伴 我們都不是被動去應用而已 我們會跟他們一起來思考跟發展 到底怎麼樣的商業模式 就是對於顧客的需求 對於市場的需求 其實能夠meet這些發展 第三個就是 我們有創投VC的這些相關的資源 如果我們認為這樣的關鍵技術 對於未來的商業模式發展是非常地幫助 我覺得我們也不排除在資金上 我們資本上的投入 我想這三個比較大的資源 都是我們接下來跟台大創造 垂直加深期的合作 對這塊發展有興趣的這個新創團隊 可以加入我們台大創造的這個加速企業 跟玉山可以一起創造 來改變金融產業的面貌 我們玉山在Vintech上面發展 三大的比較重要的領域 一個就是我剛才特別提過 場景金融 當然也包含普惠金融跟智慧金融 那我們從金融整個未來的發展 有比較重要的趨勢 也可以給新創團隊參考 我們常講金融科技發展有ABCD A就是人工智慧的發展 B我覺得很重要就是Blockchain 我們過去其實跟台大也有一些 在區塊鏈上非常重要的實驗 它的整個分賽式的這樣的架構 對於未來都有非常關鍵的影響 C呢我們覺得C很重要就是一段Cloud 未來越來越強調在服務大量的顧客 這種強大的運算能力 看到很重要的趨勢 第四個D就是Data 玉山其實我們從10年前 就非常著重在大數據的發展 也應用大數據做了非常多的精準性交 跟我剛才講的這個智慧金融的部分 所以我很希望在ABCD這樣的趨勢之下 如果我們新創團隊跟這些領域都相關的 我們都歡迎加入加速器 然後跟我們一起來共闖共熱